我们国民党对国防的支持 绝对是百分之百 那我们对于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 这件事情也是不容质疑的 我们更相信国防部的专业 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 在这整个的程序过程当中 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精进的空间 依据国防部发布的资讯 大概在3点04分的时候 从这里发射的那个 卫星仇载的火箭 大概在3点04分左右 由四川发射 我们的简讯是3点17分 所以中间有13分钟的时间 同四川成都 飞到台北松山机场的时间 距离大概是1750公里 大概是1700多公里 火箭就是那个仇载的这个 Rocket的速度 大概1分钟平均多在300400公里以上 也就是说当这一个在西舱发射以后的火箭 大概到这边的时间 过了以后的时间 4分钟最多 5分钟最多 我们在17分钟之后发了一个那个警报的简讯 也就是 那个简讯发的时候 那个火箭已经到了非常远的地方去了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序 如果昨天的警示 说的是民进党的标准 那么我们不禁想请问 为什么过去飞弹绕台 你不是警 而卫星发射没有危害 你却发警报 这是大家觉得国家警报 不应该沦为选举操作的很重要的问题 在这边称赞一下新潮流 太厉害了 你们太会精算了 把这种国家级的资源 国家级的警讯 当做自己的动员令 这是全国国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 而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要转移社会安全网的破洞 以及民进党选将爆发逃射风波的转移话题的一个手段 诱打中共的戒选 这是全国的人民看在眼里的部分 所以我在这边呼吁国安的高层 怎么会发出这么错误的简讯 用国家级的资源 再做戒选 这必须要由现在的副总统赖清德 以及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亲自出来说明 到底相关的选举的团队 有没有介入这一次国家级警报的发出 而谁又应该下台来负责 全民都在等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